大家屏幕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的视频可以看到吗 副医生张医生 可以 开始之前我们首先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叫百明 我是全球华人健康平台的常见人 同时也是美国的营养顾问 我在从事这个事业之前 我曾经是 Serve Intelligence Research的首席自行官 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 军队组织系统的评估项目 同时我也是在美国的一家著名的 这个自行公司担任这个研究主管 负责全国的美国国家级的这个评估项目 那么今天呢 我呢就是作为这个讲座的主持人 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老年痴呆的大致的概况 然后呢有我们两位 非常出色的这个医生 首先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副医生 副医生呢是在波士顿的美国自然医学博士 也是美国认证的自然医生医师 是美国注册的这个认证的营养师 而且呢他也是在波士顿的城市电视台 健康访谈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 那副医生呢有几十年的这个 从事自然医学的这样的背景 在波士顿呢有这个五六百个病人 那么专门从事于用自然医学来帮助 很多亚健康的病人 等一下呢他会有很多的经验跟我分享 那么尤其是他在这个治疗和预防 这个老年痴呆方面呢做出了 就是说很贡献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张以春博士 张博士呢是目前是在 在美国的John Hopkins大学的这个医学院 是综合肿瘤中心的肺癌和抗衰老 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他曾经也是哈佛医学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 和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那么他也曾经是耶鲁大学的医学院 这个做那个博士后 在国内的话呢他也是这个中国科学院的这个动物学研究所的博士 那么在业余的时间呢他也曾经创办了这个这个网站 主要呢用这个从专业的角度 来传播科技知识和健康的咨询 并帮助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以及促进家庭和个人的身心健康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是这样 我先介绍一下大致上的这个老年痴呆的大致上的情况 然后呢有大家呢可以那个提问哈 那么有副医生和张博士呢就是做补充和回答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啊 那么首先呢我讲讲这个老年痴呆症的大致上的概况啊 那老年痴呆症呢这个也叫Alzheimer's disease 那个简称的话呢叫那个AD 那所谓的老年痴呆症呢又叫这个阿尔兹海默症 那是一种由于那个各种原因造成的脑气质性的疾病 那一般来说呢都是发生在老年 以及前期的这个原发性的退行性脑病 那我注意了一下就是说有的是60岁以上啊 在发生这种疾病的 但现在我甚至于看到一些四五十岁的人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这个疾病 那么这是一种呢持续性这个高级神经功能活动障碍 就是在没有意识的状态的情况下呢 这个记忆啊思维啊这个判断的能力啊 就出生出现了一些这个障碍 OK 那个他呢主要是特征的病理变化呢 为那个大脑的皮层萎缩 这个有那个神经性的原纤维的缠结 就是那么目前呢 这个全世界呢 约有你看这个两千多万的老年痴呆患者 其中一半是在亚太地区 啊 那么每一年呢 以460万的新增病人士的速度增长 相当于每秒钟7 那就是每7秒钟就增加一位新的病例 那个打断一下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把这个放在slide mode 然后他就不用就是就是一张一张往下翻 这个屏幕就大一些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好的 可以吗 嗯 谢谢 好的 那么 老年痴呆的现状 中国的老年痴呆的现状呢 这个 我昨天 看了一下这些信息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同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 老年痴呆已经 这个在国内已经达到800 800万 以上 这是最新的这个信息 然后呢 是占世界总病例数的四分之一千 那 接下来这个三个数字呢 是非常惊讶的 那我呢 就把这个绝图了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 中国 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 是中国有900万 早老 早老性痴呆病患者 也就是说 是在早期阶段的 这个老年痴呆病人 在中国大陆有900万 OK 中国的老年痴呆症呢 患者呢 属全球第一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大家是不是知道 我昨天一看到的话 哇 这个是百度的上面的信息 你看这个老年痴呆全球第一 这个到2050年 我国的老年痴呆数量 将超过发达国家患者的综合 非常惊讶的数字 OK 这是这个信息 OK 所以我还没有研究 为什么中国的老年痴呆 会打世界第一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可以继续探讨 但是我觉得呢 从看了这些数字以后啊 我是觉得我们 在从事健康产业啊 尤其是怎么样在 这个通过很简单的一些方式啊 寻找世界第一流的产品 能够帮助到 我们国内的 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现状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荣幸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简单讲一讲 老年痴呆的临床表现 这个临床表现呢 一般来说呢 是 就是日常生活能力的 下降啊 一般来说 是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作为轻度的老年痴呆 那么这个阶段呢 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早期九百万人 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OK 所以在接下来的 一到他们到第三个阶段 就会更可怕 那么 第一个阶段呢 它主要是对近事物的遗忘 比较突出 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它就会忘记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远近期 就是远近期的这个记忆 也会下降 那么比如说自己的 这个仪表方面啊 各方面啊 穿衣服啊 什么 基本的一些事 这个事物呢 就 就处理有些困难了 那么到第三阶段呢 就是大概要 从开始到后来 大概在八到十二年的时间 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呢 就会从早期发展到这个 重度的晚期 那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严重的记忆力上市 OK 那 然后自己的生活呢 就完全是不能治理了 那么老年痴呆的平均生存呢 是这样 就是一般成活期呢 是会五年多的时间 那 那 继心血管病 脑血管病和癌症之后呢 就是这个老年痴呆 现在目前是成了 老人健康的第四大杀手 啊 那么 零零担心的是呢 绝大部分的患者啊 平时就根本就不到医院去 这个诊治的 他们的生活质量是非常低下的 那么中国轻度的这个痴呆症患者呢 就诊率是14% 也就是说平时很多人想 这个年纪老了就是这么自然衰退的结果 啊 那么 目前来说呢 一般老年痴呆的治疗呢 就是药物治疗啊 抗焦虑 抗忧郁和 抗精神病 这类药 那么 那么 目前呢 在 国内呢 也没有 不光是在国内 在国际上呢 也没有 非常 就是 特别的 治疗的方法吧 OK 那么 现在呢 就是老年痴呆的研究的突破呢 应该是说 这个氧化因基 与老年痴呆的关系 那么这个事情 这个情况呢 大家可以在 这些文章里边呢 都可以找到 就是说氧化因基 是导致 这个老年痴呆 这个老年痴呆 阿尔兹海默症 病发过程的 一个关键的因子 OK 等一下呢 这个 我们的医生都会 进一步 跟我们 解释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氧化因基 是衰老和 200多种疾病的根源 那老年痴呆的 研究的突破呢 其实也是在 这个方面 大家在屏幕上面 可以看到 这个正常的细胞 一直到 我们已经 非有氧化因基 所谓 导致的 这个细胞的 損伤 这个脑细胞的 損伤 也就是这么样一个 过程 那么普天灯呢 可以降低的 这个氧化的因基 普天灯 背后的 这个科学家呢 就是 Dr. Joe McCord 他是普天灯 背后的这个科学家 那么 这么 老年痴呆和普天灯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从研究方面 可以看到这些 信息 那么 那么 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些 实力 可以跟大家分享 屏幕上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是一位92岁的老年痴呆患者 那半年使用下来 普天灯呢 前后的这样的比较 从这个 从这个 左边的第一张图 那么 到了 右边的 他是 这个过瘦的 这个 时候的这个 情绪 就是 有非常的不同了 那么 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 我们再可以看到 刚刚讲的 这个老年 实在 在 我们 在 NiH的 政府 官方的 网站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插 那个 Protendum and Alzheimer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些论文 那么 还有呢 就是 PopMed OK 这个是 popMed .gov 也可以看到 这些 研究的 项目 啊 好 Tandum and Alzheimer Tandum Alzheimer 好 而且 有很多的 这些论文 就是关于 这个 Protendum 跟Alzheimer的 之间的关系 那我现在呢 就是 大致上的 简介 就讲到这里 那我主要是 起到 抛砖引语的作用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 两位医生 可以 开始 就是 进行补充 然后呢 介绍他们的 这个 实践吧 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 然后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举手 然后我就把 举手的朋友 打开 然后可以继续 我们看到 好吧 那现在 我们先请 副医生 喂 对 我先见了 好的 谢谢 白明老师的 这个介绍 那么 我就是 在我的那个 诊所里面 其实也 也碰到过 很多的 这个 Alzheimer 病人 那通常呢 就是 在美国 经常有时候 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就会问的 我有一个讲座 就是讲这个 Memory and Brain Health 就是讲这个 记忆和大脑的健康 那我就经常问大家 我说那个 如果说你家房子 着火了 你只能拿 一样东西出来 你只能抢 一样东西出来 那是什么呢 那很多人呢 都会说 相册 就是我们家里的 这个影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影集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 全部生活的 一个记忆 所以说很多人呢 那没有谁 就是愿意失去这个记忆的 所以这个记忆 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 那刚才 白明老师也介绍了 这个 这个Alzheimer's 这个老年痴呆呢 它其中的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症状呢 就是记忆力的上市 那我就不再多讲 就是刚才白明老师 已经介绍了很多 那我就是比较 稍微提一下 就是在我的诊所里 我碰到的这些情况 是什么样的呢 那通常呢 就是说这个 不光是在中国 在美国 在全世界 这个老年痴呆呢 都是开始是 越来越普遍化 而且呢年轻化 就是通常来说呢 从大概45岁以后 我们这个记忆 就会开始慢慢的 有一些丧失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的大脑呢 就会失去一些 本身应该有的功能 但是如果说是 环境的污染 还有这个 饮食不合理的 这个饮食 还有这压力啊等等 情绪方面的一些 亚健康的问题呢 那就会使得这个 老年痴呆的病灶呢 就会提前 所以刚才白明老师有问到 为什么中国好像这个 老年痴呆比较严重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这个 国内的环境污染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说我待会呢 可以具体谈一下 有哪些因素 会直接影响到这个 老年痴呆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这个大脑里面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有很多的这个神经 也有很多的这个大脑 是细胞 那么他们之间呢 这些所有的细胞之间呢 他是一定要互相要有联系的 互相要对话的 所以说如果说 我们这个对话消失了以后呢 那通常呢 就会就会引起这个 就是这些问题 就是开始就像这个 电路短路一样的 随随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就是说在我的这些病 很多时候呢实际上 比较还不是年龄那么大的时候 比如说四五十岁 他就开始说 哎呀好像我怎么丢三落四 丢三落四的 好像我的钥匙摆在什么地方 我也想不起来了 或者我车停哪儿 有时候找不着了就 那这个就是开始就是说这个 已经开始有大脑磁带的这个 老年痴带的这个症状开始出来了 那当然有时候年龄越大的话 那个这个症状就越明显 哎那么通常呢 这个一个是跟饮食有关系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白铭老师提到 这个氧化印机的问题 哎所以说那个 我是在我的诊所里呢 有跟我的这些病人们 推荐一些饮食上的改变 那么在这个营养术方面呢 那我是也推荐这个 普天东这款产品 我觉得用下来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说我待会呢 还可以跟大家 再详细的分享 那么一两个具体的案例 那现在呢 我想请这个张博士 开始可以来谈谈您的心得 老年痴带他这个疾病 他的病因实际上 现在还是有很多原因 可以导致他这个疾病的发生 他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脑变性的疾病 这种发病呢 他比较缓慢 是逐渐就是进行的一种痴呆 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 这个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这个发生 多发性这个脑梗死性痴呆 这是一种系列的 多次的轻微脑缺血发作 然后多次积累造成 脑实质性的梗死所引起的 此外还有这个皮下这个血管性痴呆 激发性发作脑血管性痴呆 另外还有就是遗传因素 有一种疾病 这是很罕见的 叫做Huntington舞蹈症 这也是一种就是说痴呆疾病 但是它是和这个就是 基因的突变有关系 这是遗传性的家族性的 所以家里面如果有老年痴呆症 或者Huntington这种舞蹈症的家族的话 它的那个后代呢 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疾病 那这就是遗传性的因素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内分泌的疾患 比如说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 还有副甲状腺功能低下 都有可能引起老年痴呆 所以说要去做一些这种体检以后 如果你发现你的甲状腺 比如说T3T4 这个水平比较低的话 应该咨询你的医生 适当的补充这些通过药物 可以把这T3T4可以补充的 还有就是营养一些代谢方面 造成的一些疾病 所以这些要注意就是营养的均衡 还有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还有就是如果脑部发生这个肿瘤的话 也可能会引起这个脑部组织的损伤 导致痴呆 另外就是药物 还有一些其他物质的中毒 比如说酗酒 慢性酒精中毒者 它也会引起老年痴呆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做饭做菜 时要注意一些就是那个重金属 比如说像铝啊 就是铝锅对吧 还有那个拱金银 还有这种钳 钳这些 我们在美国知道 就是这个钳 就是这个防务 就是比较老的防务 它都有那种 就是涂料上含有钳 这样的话呢 是不能够就是通过这个防茧的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些重金属可能导致慢性中毒 能够导致痴呆 另外就是氧化氮中毒 这就是我记得 后不久前 还有一个年轻人 就是因为这个煤气 就是那个 那个洩漏 后来第二天就 就是去世了 就那个 那么就是严重情况 如果就是比较轻微的情况下 也可能导致这个脑部的损伤 这也都会导致老年痴呆埋下这个 就是祸根吧 另外就是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 这种就是尤其是美国有很不少人 就是这个艾滋病 我想中国现在好像也 艾滋病也不少 那么艾滋病呢 它也会导致这个脑炎痴呆 因为它会侵害这个神经系统 这个病毒就是HIV 就是免疫缺失病毒 它侵害这个神经系统 还有就是一些性病 比如说酶毒 酶毒这个龙腺体是可以侵犯大脑的 产生这个精神和神经的症状 最后导致麻痹以及任意加重的这个智力减退 还有个性变化 其所谓的麻痹性痴呆 另外就是有的人 就是比如脑受的这个损伤 比如说车祸呀 或者说这个摔跤啊 跌倒 对吧 还有就是癫痫 持续发作 以及正常压力脑积水等原因 可以引起脑年痴呆 那 老年痴呆的就是说 原因看来是很多的 但现在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氧化这个不平衡 就是氧化压力过大 然后呢 它的相应就是清除这个氧化压力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这个NF2 这个就是激活的这个下游的这个抗氧化煤的表达不够 它就可能导致这个就是脑部损伤的这个 就是持续的增加之后导致功能的丧失 短期记忆的丧失 以及最终也严重的时候 会慢慢发展到长期记忆的丧失 最后就是就是极度的痴呆 现在文件里面就是有有不少文章表达 减少这个氧化压力在神经系统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神经系统 神经细胞的一个保护的机制 我们知道这个老年时代它有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那个Tau这个Potein 还有就是这个淀粉一样的这个 在脑部这个组织的这个 就是成绩不能够及时的就是清除 最后就影响到这个脑神经细胞的功能 这些呢都是因为这种就是细胞 它本身的这种正常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 最后导致那个蛋白的不能够及时的清除 所以如果能够就是提早的去 比如说服用类似这种普天燈这样的产品 就是说让这个恢复自身的这个氧化 这个抗氧化的这个能力 及时的清除一些就是毒素 尤其在脑部的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 就是疾病的就是慢性发展 然后呢能够改善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 我想我上次先说到这吧 好谢谢张博士 然后那个副医生的话再会给我们分享一下 您自己在您的临床就是跟病人治疗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讲讲一些成功的案例怎么样 好的 刚才张博士讲的也是非常的详细 那那个就是通常呢 就有几个方面就我经常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这些说话 比如说他开始就比较忘事 然后呢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比较迟论 或者特别是开始啰嗦 所以说这个人一开始喜欢唠叨的话 通常就是老天痴呆的这个早期表现就开始了 所以越容易唠叨的人就据说明他这个比较严重一些 那还有呢就是说你要是跟他在一起说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开始这个思维和判断能力就比较差 有时候就开始忘记一些具体的细节 那这个呢也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 那有些人呢比如说这个调理性也比较差 那么还有就是说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 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就变得没有调理做事情 或者颠三倒四 然后呢有些人就会这个情字上面 就会觉得很多疑或者很敏感 就开始觉得老是喜欢埋怨 就觉得别人都对自己不好 好像我的这个子女也对自己不好啊 或者是我的这个家里人呢也是不是对我不好啊 然后呢这个性格有时候就会有改变了 就是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有时候喜怒无常 那么有时候呢有抑郁症 或者是这个比较容易激怒 那这些呢都是这些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有一些症状 就是那么像这种情况出来的时候呢 那通常呢我就会给他提一些建议 那么一个建议呢 之一呢就是说这个吃的东西饮食上面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调理 那就说从这个就是这个解剖学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大脑呢虽然说是在人体体重的大概2%左右 这个重量 但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卡路里啊 和各种维生素啊 矿物质等等 它是占的比率是非常高的 是至少要30%以上 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吃的东西呢 对于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吃东西上面呢 一个是要比较注意这个合理的饮食 就是在尽量不要吃那个加工过的食品 还有就是说这个有农药啊化肥啊这些食品 通常对这个大脑的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大脑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 对这些有毒的物质 然后就是另外呢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刚才那个张博士也提到过 这个有一种的叫做 这个与脑血管硬化也是有关系 就是较为血管性的痴呆 那么所以说我们需要防止这个动脑硬化 那么就是也是要有一些做一些就是 比如说多运动啊等等 多增强多做一些体育锻炼 也是对这个全身的血液循环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么刚才张博士也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个重金属 重金属特别是铝的含量在这个老年痴呆病人里面呢 那它是非常高的 那它是非常高的 比一般正常人是要高四倍 那么 呃 呃 影视铝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些重金属 那我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尽量杜绝 那么 嗯 还有一些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说 并不是都要用药了 实际上就是说在生活 平常的这个细节上面做一些改变 那么就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经常多运动多多多就是动脑 多做些阅读啊或者是拆迷啊或者是下棋啊 等等的一些活动 就是脑子总是处于这个活动的状态 那也是会阻止或者是减慢这个老年痴呆的发展 嗯 同时呢就是说补充一些维生素也是有必要的 也是有必要的 特别像维生素 或者是那个美也是一般老年痴呆的病人 好像我听到有回声一样的 就是一般老年痴呆的病人呢通常那个大脑里面 这个含的这个美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这个要做一些补充 还有一些其他的呢 比如说我给他们建议的呢也是 那这个补充营养和这个补充营养素呢 和这个比如说吃莆田等等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说 呃从中医的这个方面 的话 比如说手指的运动可以刺激脑细胞 那特别是我们的大拇指了是吧 这个对他这里面有些穴位是对这个大脑是直接的这个作用的 然后通常呢还有脚底这些穴位可以做些按摩 比如说这个大脚拇指和靠近那个第二指脚指的那个地方 如果说有个穴的话就是比较硬硬的 呃就是有时候甚至会出老茧出来 那那个就是说明有老年磁呆了 呃就是说你能做的事情呢就是说你经常用热水泡脚 泡完脚以后呢那我们就经常按摩那个地方 还有就是说你所有的脚趾头你都经常的做些按摩 特别是这个大脚的脚拇指 你就是呃把那个有穴的那个地方呢 你能把它按走 那这个就对你是老年磁呆呢就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这种事有时候回家比如说特别是父母亲按些的 你帮他们一下看看他这个脚底这大拇指这儿是不是呃有那个有 有减或者比较硬硬的像一个穴一样的 呃如果有的话那你就知道他们可能就是有老年磁呆了 嗯那这个就是说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 呃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嗯中草药比如说 呃像呃比如说福林啊红枣啊还有这个这个当归啊 莲子啊山楂啊这些呢都呃非常有利于这个健脑 也是可以防止这个老年磁呆的 所以这些事呢我们就是可以平常比较容易做到 那么另外呢就是戒烟戒酒 比如说那香烟中的这个尼古丁啊 还有这个酒里面的甲醇啊等等这些 通常呢呃甲醇呢这些都会对这个呃 就是建议他多运动啊多活动啊多活动 然后再补充一些适当的这个营养素 特别是维生素B和这个这个美 呃通常如果说有压力的人就是一般的工作组 呃超过年轻人很多人都会缺维生素B和和这个美 因为这个大脑里面用的非常非常大量的就是呃 这个维生素B和这个这个美 所以说呃那么有些食物上也可以这个做一些补充 那另外呢我就是说有比如说我有两个病人 一个呢就是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是一个二战的老兵 他这个老年次来 已经很多年了 至少有十几年 他到我这来看我的时候 他至少有十几年 已经不能说话了 就是已经没有任何辨别能力 就是连他自己 他太太是谁 他都不知道 然后孩子来 他经常都不认识了 那到我这来以后 我刚才做了条理 大概就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吧 那么他 我也给他介绍了 也有吃普天灯 另外我也给他介绍了 一些其他的营养术 然后膳食方面 做了一些改变 那么三个月下来呢 这个 比如说他有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便秘非常厉害 那便秘呢 通常也是跟老年痴呆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因为这个 我们的大肠呢 这个从中医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叫他第二大脑 实际上这个 大肠不好的人 通常这个脑部 也会有一些病造出来 所以说我就是 也给他做了 这个一些 隐私上的改变 那么他的这个 便秘的情况 就很快就得到解决 那这个呢 对他这个老年痴呆症状 也是非常明显的改变 所以说三个月下来呢 他就是可以 他实际上从六星期开始 就可以说话了 那么这个十几年 不会说话的情况下 他突然之间就 就能说话 然后呢 他去接电话去了 接电话以后呢 他还会问他太太 他说 今天是不是星期三呢 那果然那天是星期三 所以他太太就很吃惊 然后后来 到了三个月以后呢 他再来参加我 做的一个培训的时候 他和太太一块来的 就已经非常正常了 就他就已经可以 跟旁边的人 很正常的交谈 然后还去帮他们拉椅子 他说 哎 他说我是军人 他说 那个这个 我应该理所当然的 应该是非常 就是为你们做些服务的 所以说 整个这个活动下来以后 旁边的人都不知道 他有老年痴呆 就 说根本完全看不出来 就是能做到这样的结果 这是非常非常 好的 那么我另外呢 同时也有 也有一个病人 也是都八十多岁老人了 也是那个老年痴呆 就是开始 说话呀 已经有伦次 然后开始这个 就是 也是非常的 易怒 经常 这个情绪 反复无常 然后就是非常容易 这个 一会儿又很悲伤 然后一会儿又会很 大怒 那么 也是到 再来做了 这个几个月的调理以后呢 那么我就是 他这个 检查下来 他身体这个营养 是非常缺乏的 所以说也是 另外就是 他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他这个 肠子呢 是有叫做 这就是叫做 糖漏的这种 这种现象 所以说 那么我给他 做了调理以后呢 也是 大概也就是 四个月的时间吧 差不多 他就 这个 老年痴呆 这症状就 就没有了 就非常 非常正常了 已经可以 很正常的 跟家人沟通 然后这个情绪呢 也缓和了很多 家里的人说 就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所以说 这个老年痴呆呢 我觉得是完全 可以预防 也是可以 这个 好转的 如果说我们 对症下药的话 那我现在就先 分享到这些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 副医生 他是 顺便提一下 副医生 对这个 普天灯的产品 在使用 他在给病人使用之前 他已经做了 三年多的研究 你要不要 我进去了 会议 然后我这个 我再会说 OK 那么现在呢 就是刚刚 张博士 跟副医生 都跟我们 做得非常详细的 从理论到实践的 这样一个 如果是有问题的 你再举手 然后我就把您打开 可以问问题 我们到15分钟时间 大家可以问 你那个 现在解释 你给我 那个发的 谁在说话的话 我把它弄起 左下角 有一个就是 剪一下的 音声器那块 能有声音的 今天那个中介讲的 他是年轻的 他就不要 他叫老师 你把你那个 现在的简讯 给我 那个发的 没有讲的 好 我把那个 刚刚举手的 手机已经打开了 你可以问问题了 三十两天的 喂 白鸣 对 你这个标题 不要乱写吧 你有问题吗 我有 我想问一下 那个副医生 那个leaky gut 就是那个藏漏啊 第一 怎么检查 怎么发现 它有藏漏 第二 怎么治疗 这个是可以 有一项检查 是可以检查出来 就是 就是验血 可以验出来的 然后 另外呢 有一些 有一些 症状 比如说 如果说有过敏的人 就是说 对食物过敏啊 对花粉过敏啊 等等 就是 你吃什么东西 就比较容易过敏的人的话 那就是肯定是有藏漏的 因为这个藏漏 实际上它的一个 很主要的症状 就是说 这个 他这个吃的东西啊 或者是他这个 就是大肠里的东西 就通过这个 比较松弛的 这个 有被破坏掉的 这个肠壁呢 就进入到血液系统里面去了 所以说 这样的话 身体就会产生一些 我们所说的过敏的这种反应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是比较普遍的 我觉得在我的这些病人里面 大概 差不多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病人吧 都有这个现象 但是这个也是可以治好的 怎么吃呢 吃西药还是吃不下 这个呢 就是说 一个是他这个 在饮食上面需要做改变 因为他吃的东西 如果他已经有过敏的这种现象出来了 比如说 刚开始以前 我们吃这些东西是不过敏的 但是呢 现在开始过敏了 这说明他血液里面有这种 对这种食物产生的抗体 那么这种时候呢 他就需要 暂时的回避吃这种东西 那么有的时候 严重的时候呢 他可能对很多东西都过敏 就是吃的东西 就是 就是已经 不知道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了 那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这种 排除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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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食的这种方法 就是说 先呢 把很多 他可能过敏的 过敏源呢 都给他排除掉 然后慢慢的 引进 一样一样的 引进进来 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谢谢 我再放一下 这个屏幕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位 美国的一位 老年痴呆的病人 他呢 这个原来 我可以放了一下 他呢 就是这个记忆力的问题 以前的话呢 来看这位医生的时候 他住着这个拐杖 这个记忆力 非常的 就是 然后呢 使用了这个 电灯以后呢 他把拐杖都丢掉了 已经 然后可以看电视 可以看那个 可以看那个 这个拐杖都已经放在鼓处里边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普天 对这个老年痴呆的 改善 会起到很大 很好的这个作用 另外这个 这个 副医生 专医生 现在有很多的 有些七十万 你要是想买的话 对 有些 朋友啊 他们的父亲呢 都有这个老年痴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的孩子 是不是应该提前 就使用这个 普天灯 会 推迟或者预防 或者两年痴呆的可能性 电话 三百分钟 1801399 其他 其他的人 暂时调一下 因为可以听见 后面背景 没有一些人 说话的 对 OK 就是那么 我觉得的话 这个 吃普天灯 会起到 一定预防的效果 但是 就是说 还是 其他方面也要做一些调理 不是说 普天灯 这一样 就能够 就是 起到 所有的 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是 比较 比较有帮助的 但是呢 还有一些问题呢 就是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有一些情志上的问题 也会引起 这个老年痴呆 那么就是说 我们所说情志上的东西 就是 像 特别像 比如说 悲伤啊 或者是愤怒啊 或者是 恐惧的心理啊 或者是 这些呢 在综艺里面讲的话呢 它是会伤及丈夫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所说的这个 愤怒啊 生气啊 这些 它是对肝脏和胆脏 是 对肝脏和胆囊 都会有 都会有 这个 损害 因为它是储存在肝胆里的 那么像 悲伤的情绪 那是在 储存在我们的肺和这个大肠 所以说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 从中医上来说 那么 所以说 这是为什么 肺部不好的人 通常这个肠胃功能也是 肯定是不好的 那么 然后肠胃功能不好的 我刚才提 我提到过这个 大肠的功能不好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大导的 那么 还有像这种 比较恐惧的 害怕的 这种心理呢 这种情感呢 是会 存在我们的这个 肾脏 和膀胱 还有我们的这个 骨 所谓 全身的骨头里面的 所以说 像这种情绪上的东西呢 也是需要 调理的 那一个是 营养方面 我们需要做补充 有一些吃的东西呢 可能 大家 现在有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像 像在国内 我回中国来 我看到 就是 大家觉得生活好了 反而 我觉得吃的 不是很健康了 就是很多的 这种 金加工的东西 或者是 大量的这种 防腐剂啊 添加剂啊 色素啊 这些都用的 非常非常地多 那么 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 这个 就是化学的污染 这个一个是 空气的污染 水的污染 还有平常的 这个我们这个 塑料制品啊 还有平常这个 这个就是 在生活当中 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化学方面的污染 和包括重金属的污染 那我刚才提到 这个大肠的问题 就是大肠小肠的问题 就是在我的诊所里 我看到 一个是 大肠问题比较多 特别肠肉的现象 比较普遍 还有一个 比较普遍的现象 就是小肠 小肠很多人 也有问题 就是小肠 通常它叫 细菌的繁殖 因为小肠里 本身是不应该 有细菌的 这个环境 是应该 是一个非常 干净的一个环境 但是如果说是 这个大肠有问题的时候 通常呢 它会 就是在大肠小肠之间 这地方有个阀门 这个阀门经常会 有时候肿起来了 比如说 它就 这个功能就会失去了 所以说它这个阀门关不上 那么很多时候 大肠里面的一些 那些大肠杆菌啊 等等 其他的一些细菌啊 还有这个病毒等等 就会到小肠里面去 所以说很多时候 小肠很多人 大概我的病人里面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 我可以说是至少 有75%以上吧 都会小肠里面 会有炎症 所以说小肠里 如果有炎症的话 那它就是会影响 它直接影响到 消化和吸收 所以说它消化功能 是肯定不好 吃了再多 吃了再好 吸收不了 所以说这也是 引起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 我看到的 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比如说一些 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很多人睡眠不够 就要睡得非常晚 或者是这个睡眠质量不好 还包括抽烟啊 喝酒啊 还有一些 实际上吃很多的药 很多的这个吸药 实际上 这个也是会 对这个身体造成一些 副作用的 所以说那么还有 比较我看到的 比较普遍的一个 重金属的污染的源呢 就是就是那个 deodorant 就是那个 特别在美国人 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那个 除臭剂 他们用的 就是喜欢在腋下 这样涂一下 那很多时候 是里面含铝 比较高的 除了这个 还有铝锅的一些 铝制产品的 这个产品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一个是这个 补牙 因为在国内的话 我觉得 现在可能 可能也没有了 但是以前 比较多的呢 它补牙的时候呢 是用的这个 那个 amalgam mental feeling 就是那个 所谓的那个 银色的 silver mental feeling 它那个里面 含中金属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 主要的一个 重金属的来源 我觉得对身体 我现在就先 说到这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你们的问题 嗯 好的 谢谢 福医生 然后我们留最后一个问题 永山也有问题吗 是吧 梁老师 我想这个机会问一下 因为我这边吧 因为老人 他是多年的一个失眠症 那有二十几年了 老人七十多岁 然后这次呢 就是有这么机会 把你用上了 但是老人非常焦急 他用上一个月了 这个月当中呢 他有所改善 就是他自己说的 有那么两次 睡得非常好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两次 就作为他的一个 终极目标了 能什么时候 能达到这样的 岁面好的话 他挺着急的 但是我这边 现在不仅 感觉到挺疑惑的 就两点 一个是呢 不知道他究竟用 多少合适 二一个呢 就是说他 我跟我现在 跟他交谈 那时候 我说三个月左右吧 应该有个 应该有个显著的变化 但我觉得我说 好像感觉 是我去从那个资料看的 也不是依据不强 我借着机会呢 请你百明老师啊 海伦医生啊 还有张博士 你帮我解释 解答一下 然后我好把他 这个问题能解释好 好多是这样的 国内的失眠的人挺多 包括年轻人 也是很大 很严重的问题 谢谢百明老师啊 你帮我解答一下 好 我们副医生请 有请 对 失眠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就在美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当然这个一个是 跟我们现在 这个压力比较大 也有直接的关系 那通常呢 还有这个 失眠的很多时候 跟这个营养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 那么 跟这个情字的健康 也是有关系 在我的身上 也是有很多的人 大概至少 百分之五十以上吧 会有失眠的现象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从 就是中医来讲的话 我们是讲到 这个 看他失眠 这个睡觉呢 是一个什么情况 比如说 这个 他通常 这个人体 这个脏腑 这器官呢 他都是有 他的这个 规律 他的周期的 比如说 从这个 一点到三点 比如说 他有 他有些人 他就是 这个睡眠 非常不好 是在 凌晨一点到三点 那这个时候呢 就通常是 说明他的肝脏 有问题 那么 这个肝脏 可能毒数就太多了 可能需要做 肝脏的排毒 那还有些人呢 比如说 是在 三点到五点 就是 这个时间 就睡不着觉了 或者醒过来了 怎么样的 那这个时候 就说明 他的肺部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 要调理他的肺 那还有 还有 比如说 他就是三点 就是三点钟 每天就是三点钟 醒过来 就是在三点钟左右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 他肯定是 就是有这个 寄生虫 因为这个三点钟 名称三点 是寄生虫最 最活跃的时候 所以说 我们会通常 根据他这个 是是怎么样的 一个状况 来给他做 这个身体的 这个调理 那这个 就是 我刚才说了 情字的健康 跟这个睡眠 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因为他不同的 这个负面情绪 会储存在 这个不同的 这个脏腹器官里 所以说 我们就是 也在调理 身体同时 也调理 他的这个 情绪方面的 这个健康 另外呢 就是营养 很多人 比如说 他晚上会突然 醒了 就睡不着了 就 那很多时候呢 他可能是 那个低血糖 他低血糖呢 就说明 他这个身体里面的 这个 比如说蛋白质 他可能是 缺乏的 他对于蛋白质 可能是 可能吃的不够 或者是可能 就是说 他吸收不了 他或吃蛋白质呢 是不符 他的这个身体 类型的 营养型的 那么就是需要 在这个蛋白质 这方面去做一些 补充 调节 他这个血糖的平衡 那么 还有些人呢 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甲状和身上腺 有问题 那他这个 就是说 这个特别是在 这个中年的 比如说 男性和女性 都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 荷尔蒙 比较这个 不平衡的情况下 那可能我们要去 把他的荷尔蒙 这个方面 做一些调整 所以说这个呢 我觉得 不能因人而异 好像说 你一定吃 这个普天灯 我给你保证 你吃一个月 你肯定这个问题 就会解决了 或者你吃两个月 我觉得还要从 这个其他的方面 那个综合的 来做一些调理 这样才会 比较更准确 我觉得也比较 对症一些 所以普天灯呢 会有一些帮助 它是会在 这个减轻 这个身体的 这个养胺移基方面啊 在减轻 这个身体的 这个炎症方面啊 等等 它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呢 我觉得从这个 生活来说的话 还是 就是从他这个饮食啊 从他这个生活习惯啊 从他这个 其他方面呢 还是也要做一些 相对的调整 这样才会达到 比较 我们所希望的效果吧 好 谢谢傅医生 谢谢那个 张博士给我们做了 这么丰富的 这个 信息的交流 所以大家 记住一个 就是说 这个老年时代 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即使有了以后呢 我们也有可以办 有办法可以改善的 那么 尤其是那个 傅医生讲到的一些 比较具体的一些 提前的 这个诊断 就是自己都可以 观察一下 尤其是脚趾上面的 就是中 大脚趾和 二脚趾之间的 有一个 大家可以 经常可以摸一下 如果有一个 肯杠 像那个老茧一样 这个情况呢 就要开始 每天可以摸一下 把这个老茧 这个部分 就是 有硬块的 那个部分 我不是一定讲的 很清楚 把它那个 按摩一下 另外呢 如果有 健忘的情况 就不要光看到 这可能是 就是这个 自然而然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 老年迟带的 早期的表现 那么还有的 脾气的 就是经常容易 不高兴 发脾气 这个 还有呢 便秘的情况 所以大家今天 把这些 张医生 张博士和那个 我们傅医生 讲的这些 再好好的 就是 回顾一下的话 真的是我们可以 帮助到我们身边 很多很多的人 另外就是说 是普天灯的话 如果是能够 提前使用的话 绝对是 会帮助 这个我们老年 迟带的预防 和治疗 也会有很多的 作用 那如 我们要讲的 还是很多的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只能是 到 这个 就要结束 这个今天的讲座了 如果其他 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email 或者是我们通过 微信的方式 可以继续 这个 咨询 我们这两位 医生 好吧 那下一次的 讲座呢 我们主题呢 是集中于 帕金生 所以大家还可以 从网站上 这个 讲座的 这个 Zoom的 议题上面 还可以听到 我们这两位医生 跟我们的 这个自信 好 今天就谢谢大家 又谢谢我们的 两位 非常棒的医生 那么 就是在 国内的朋友 晚安 在这边的 朋友 我们 有一个愉快的 周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白明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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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